为了让全民享有网络带来的便利通讯及数码部部长法米宣布 政府在拨款39亿令吉 实施第二阶段的入网点计划 以便在全国3693个邻近乡区的学校 打造高速光纤宽屏基础设施 提升校园教学活动 部长表示第一阶段的计划一共设计630个地点 预计将在今年底完工 至于第二阶段的计划已经在去年的12月启动 一旦建成全国超过43万个场所将享有高速宽屏服务 并且全的计划幅 并且能够计划更容易解释和实施 这些计划也会提供了 法米指出这项唱意主要是鼓励身在城市或乡区的社会各阶层开始运用数码科技 从中打造经济利益和缩小国内的数码化差距 部长强调位于乡区和内陆学校附近的入网点计划不仅是让学校使用工业区和政府场所也可以善于利用